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说了啊,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模型类,还有跟模型类相关的一个后台管理,这是属于我们M这一块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V,视图这一块,在我们枪构里面呢,你通过浏览器啊,你请求一个页面的时候,那么最终呢,它需要有一个函数来处理,就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miniweb一样啊, 你敲一个地址之后,最终,这个地址对应的是一个函数来给你进行处理,然后呢,把内容呢,给你进行一个返回,对吧,那么在我们枪构里面呢,我们这个函数呢,就叫做视图函数,它就是处理你的请求,然后啊,最终要返回给你浏览器要显示的内容,那视图函数它的一个使用啊,你需要呢,进行一个视图函数的定义,这个定义定义在哪里啊,就定义在我们应用下面的, views里面,在它里面去定义我们的视图函数啊,就定义啊,视图函数,那么视图函数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函数啊,你就直接define,定一个视图函数,比如说我现在要定义一个视图函数,它的名字呢,叫做index啊,叫做index啊,然后呢,我直接,这个视图函数呢,你要注意,视图函数,它必须有一个参数啊,这个参数呢,叫做request啊, 它必须有一个参数,那么这个参数具体是干嘛的啊,我们就先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参数呢,它呢,哎,它是这个http request类型的一个对象啊,它里面有什么作用,那我们还是等我们讲到视图的时候,给大家会详细的介绍啊,这里面你要知道,你在定义视图的时候,你要定义这么一个 参数啊,request啊,然后,哎,比如说啊,现在我这个视图要干嘛的,就是,当用户啊,当用户呢,它输入这个地址,输入这个,127.0.0.1,8000,然后当它输入这个index的时候啊,那么,我要呢,给它返回一个 内容啊,返回给浏览器显示一个内容,哎,你比如说,我要返回给它显示的内容啊,那么这里面你要紧帮返回啊,首先我们给大家说,这视图的 作用呢,就是在里面,它会进行这个处理啊,进行,哎,处理啊,如果呢,它需要去操作数据库的话,它就是通过 M啊,哎,和这个M,哎,和T呢,哎,进行交互啊,如果需要操作数据库,那就通过M,哎,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模型类,如果呢,需要产生页面,那就通过T,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讲的 啊,模板啊,哎,这一部分你要,你先知道这个啊,那么这个处理呢,我们假设这里面没有这个处理啊,我就直接写省略号啊,最终在处理完成之后,我们要给浏览器呢,去返回一个 应答,好,我要给浏览器返回一个要显示的内容,怎么返回啊,你需要呢,去返回一个 HTTPResponse类的对象啊,你需要在这个函数里面,你最终要返回一个 HTTPResponse类的对象,那么这个类在哪啊,我们要把它导过来,它就在我们的 将过啊,将过里面有一个模块叫做HTTP模块,你看到,这个HTTP模块呢,它就是跟我们的 HTTP相关的一个模块啊,它里面有一个类,这个类呢,就是 HTTPResponse啊,我们就从这个模块里面把我们的 HTTPResponse这个类导过来,那么最终你试图在 处理完成之后,你就要返回一个这个类的 对象,那么你要返回给浏览器显示的内容 写在哪,就写在这个参数里面啊,就写在这个参数里面,对吧 比如说我给浏览器返回一个内容啊,我返回 直接我就返回一个这个老铁没毛病,对吧 好,那比如说我们就给浏览器显示这样一句话啊 好,那么 当用户呢,他一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哎呀,我就要 给浏览器返回这一句话,让浏览器呢 进行一个显示啊,进行一个显示 好,这一步呢,是我们定义这个 试图,哎,处理函数 我们定义好了,对吧,那么 之前给你们讲miniweb的时候,对吧 哎,那么一个地址 它对应着一个处理函数 那么你怎么让他知道你的地址 是对应的这个处理函数 哎,是不是要进行这个UIL 路由的配置,对吧 好,这里面啊,哎,注意 第一步呢,是在定义完这个试图玩数 啊,再往下呢,你就要进行UIL的 配置啊,那么进行UIL的配置 目的就是建立你的地址 跟这个处理函数之间的 对应的关系啊 好,哎,这里面啊,它的 这一步,第一步是定义试图 那么第二步呢,是进行UIL的 配置啊,进行UIL 配置,目的呢,就是建立啊 建立,哎,UIL 地址啊,建立UIL 地址和试图的 对应 关系啊,OK,那么你们之前 讲这个miniweb的时候,哎,进行UIL 配置的时候,哎,是不是 讲了一个装饰器,对吧 哎,通过装饰器来 配置,对吧,那么你注意啊 那种写法呢,它跟我们 这个,之后你们要学的 flask比较相似啊,flask就是 这样做的,就通过这个 给一个函数增加一个装饰器 来进行这个UIL的配置 但是在我们建构里面,它不是 这样做的啊,它不是这样做的 那么它怎么做的啊,比如说我 现在我的需求就是当 用户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就让它对应的处理函数呢 就是这个是短数,那么怎么做啊 你要注意,我在这里面就先给大家 写一下,好 首先,那么你需要呢 哎,在我们这个里面啊 在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注意啊,在这个文件 boogtest下面去新建一个文件 哎,这个文件呢,叫UIL S啊,然后在这个UILS里面 创建一个列表 创建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呢 叫做UIL Pattens啊,UILPattens 好,创建一个列表 啊,那么我们去 在相构里面建立一个地址 哎,跟仕途的对应关系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列表里面去增加 配置项啊,去设置配置项 那么这个配置怎么配置啊 你需要呢,去定义一个函数 哎,这个函数呢,叫做UIL 哎,它在哪啊,哎,from 就从我们的相构点 config啊,点UILS 这个模块里面有个函数 叫做UIL 函数啊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UIL函数 去在这里面呢,去设置 配置项啊,通过 哎,这个通过啊 哎,UIL函数 UIL 函数啊,那么 哎,设置,哎,UIL路由的 配置项啊,UIL 哎,路由,那么配置 项啊,配置项 OK,那么这这个啊 我们大家先知道一下啊 那么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我们建完它之后啊 那么你要在配置的时候 首先你需要看到 我们之前第一次给大家讲 创建项目之后 哎,这个TES的一目录下面 是不是也有一个UILS 对吧,哎,这个UILS 你注意啊,它呢 是我们项目的UILS文件啊 它呢,是我们项目的UILS文件 好,那么,哎,你如果要让它 哎,当我们刚刚的输入 这个VILS里面这个地址 哎,能把这个内容 显出来的时候 首先你在配置的时候 你需要先在项目的UILS文件里面 去加配置项 那么这里面呢 你也会看到 它里面是不是有个UILPATENTS 对吧 里面,它是一个列表 它里面呢 每一项呢 都调用了这个UIL 函数 那么这一项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 配置项 好,配置项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要在这里面去加配置项 也是调用这个UIL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它的第一个是什么 这第一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正则匹配的表达式 那么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就匹配一个开头 我就写一个R 上千块 对吧 R是不是代表这个原生的字符传 对吧 你不需要进行转译啊 那么后面写什么呢 后面我们就写一个 InCloud InCloud里面写什么啊 调用InCloud这个函数 这个里面写什么呢 直接写上我们的booktest.uils 这里面是干嘛呢 它就是包含 让它去包含我们booktest的 这个应用里面的UILS文件啊 就我们刚创建了booktest的应用中的 UILS文件 UILS 好,文件啊 那么这里面包含之后呢 下面我们用户 他最终要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啊 我让他显示这个内容 我怎么 我怎么做啊 我需要在我们的 哎,刚刚创建这个应用里面的UILS里面 去加上一项 哎,直接写上一个 UIL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上一个R 然后呢写上一个 Index 后面呢 你就写它对应的这个仕图的 名字啊 它对应的 我们就想让它是 他对吧 那么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要写上 Index的名字 你需要先把它导过来啊 我们就直接from我们的booktest 哎,我们直接导入这个文件啊 import我们的 VILS 那这个后面写的时候呢 哎,这个地址对应的这个仕图呢 就是VILS这个文件里面的 Index啊 哎,它呢就是 哎,去建立啊 去建立我们的 哎,这个 Index啊 哎,和 哎,仕图 Index 哎,之间的 关系啊 之间的关系啊 那么现在呢 我写完这个之后对吧 我们就在这里面 把我们的项目启动一下啊 Python ManagerPy2 RainServer 把它启动之后呢 哎,那我们通过浏览 去去敲入这个地址 看一下啊 我们能不能显示这个内容 127.0.0.1 然后呢 直接输入一个斜杠 Index 好,回着 是不是显示这个内容了 对吧 哎,它就显示这个内容了啊 那么 哎,这里面在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 你输入这个地址 那么江沟框架啊 它是怎么去找到 它对应的视图是谁的 哎,就是 我输入这个地址之后 哎,它怎么去通过 我设置的配置项 去找到这个对应的视图 啊 这个里面你要注意一下啊 当我们通过浏览区区 敲入一个地址的时候 那么江沟框架呢 它最终拿到的是哪一部分呢 它最终拿到的是你 去除 域名之后的 这一部分啊 它最终拿到的是 你去除域名之后的这一部分 然后它会拿这一部分呢 去查找 去查找这个地址对应的 视图 是谁啊 它怎么查啊 首先 它需要拿这个字符传呢 先到这个项目的 UILS文件里面呢 来进行 查找 哎,就拿我们的这个啊 拿我们的 斜杠index这个字符传 先到你项目的UILS文件里面 来进行查找 怎么查找啊 我们跟大家说 你的UIL配置项呢 都在这个 UILPathens的列表中 每一个呢 都配置项呢 都掉了这个UIL函数 UIL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正责 表达式啊 第二个参数呢 是它对应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 它在找的时候呢 就是拿这个字符串 跟这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配置项的第一个参数呢 进行正责 匹配 那么这个匹配的时候 你就要看一下啊 好 这个地址 那么跟这个地址进行匹配的时候 能不能成功 不能成功 对吧 然后再往下啊 斜杠index跟下面这个匹配 能不能成功 对吧 你一个开头 你只匹配一个开头 是不是匹配什么都能成功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index呢 它跟我们这里的匹配又成功了 好 匹配成功之后呢 它就会执行它后面对应的这个 动作啊 它一看后面 是在包含 booktest的 UILS 文件啊 那么 将过本身呢 它就会继续拿着这个字符串啊 继续拿着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去到你 应用里面去找着你的UILS文件 然后呢 再拿这个字符串呢 开始呢 跟你这里面的UILPython里面的第一个参数呢 进行匹配 你看一下啊 这个呢 我们注意 在匹配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 在这里面啊 在项目的UILS里面进行匹配的时候 前面的最前面的这个斜杠啊 它呢 不参与这个正德的匹配啊 它不参与这个正德匹配 所以它这里面查的时候是拿index跟它匹配 然后呢 再跟它匹配 好 这里面第二项匹配成功 它一看它后面是包含这个应用的UILS文件 它就会去拿index 继续的去到你应用的UILS文件里面呢 再次的从上大压进行匹配 它一看index跟它匹配 是不是成功了 对吧 成功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一看对应的是一个视图 那么江贡呢 就会去调用这个视图 在这个视图里面呢 它在处理完成之后 它最终是不是给你返回了一个老铁面毛病 对吧 这个内容最终呢 是给我们浏览器显示的啊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你将购本身进行UIL匹配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将购内部做的啊 不需要我们去管 我们要做的就是 你在去定义完视图之后 你要进行这个UIL的配置啊 至于这个查找的过程 我们给大家说它是怎么查找的 就是先拿你的这个地址 最前面的这个斜杠不参与匹配啊 先到你应用里面进行查找 那么查找完之后呢 一看哪一项成功了 就会执行它后面对应的这个处理的动作啊 那么一看呢 这里面一看是包含 就会拿这个字符传练继续的到我们应用里面 再去从上到下的进行去找 好一旦找到对应的视图 那么将购呢 就会帮你去调用这个视图啊 这个调这个视图完之后 也是将购帮我们调的啊 好调完之后 它最终呢 返回这个内容 你浏览器呢 你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显示啊 进行一个显示 OK 这是我们说的 它的一个匹配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再定一个 你比如说我再定一个函数啊 叫它define 我直接写上一个index2 然后写上一个request 在这里面呢 我还是要给浏览器返回一个内容 returnitpresponse 直接写上一个啊 直接我们在里面 再一次的去返回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就直接写上一个hello啊 写上一个hellopython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想让用户输入这个地址 返回它啊 输入这个 我们就换一个这个地址啊 当用户呢 输入这个index2的时候 我要让浏览器显示这个内容 好 下面呢 我已经定义完了 这样一个试团数 好 那么为了建立它俩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做 好 直接进行url配置 对吧 那你看到我们项目的urls里面 我还需不需要加其他的 不需要加其他的 对吧 我已经包含了 我在这里面要做的 就是在我们应用的urls里面 在下面呢 再加一个配置项 对吧 url r 直接写上一个 index index2 index2 然后后面对应的是vils.index2 对吧 好 那么这样呢 我写完之后 我们呢 通过这个访问一下 通过这样访问一下 直接呢 是127.0 输入一个index2 那你看到访问的是谁 好 回这 访问的是谁 对吧 楼梯梅包币 那么这个呢 他 其实 他是不是出错了呢 他没出错啊 你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过程 首先 我们说 最终项目在拿到一个地址之后 前面的域名呢 是没有的 对吧 江湖区块钱没有的 他首先会拿这一部分 先到你项目的这个urls文件里面 从上到下呢 去找 那么找的时候 我们说最前面的斜杠呢 他是不参与这个查找的过程的 好 他这 他从上往下找 跟他找的 不匹配 对吧 跟他找是不匹配的 然后呢 一看你后面是包含你应用的urls文件 他就会拿这个呢 继续的到你应用的urls文件里面 再去找 对吧 那你注意他找的一过程 他是从上到下的 那么你到这里面 你看一下 index2跟这项匹配能不能成功 是不是能成功 对吧 你这个字符站 我们这里写的正常表达是 是不是只要你字符传里面 去包含index的话 我都能匹配成功 对吧 所以呢 他一看你前面的匹配成功了 他就将过呢 就会掉他后面的视图 你后面的这些配置项呢 就不再看了 不再看了的话 最终我们这里返回的是老铁 没毛病啊 没毛病 好 这是我们这个过程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该怎么做啊 好 在后面 我是不是加上 我要严格匹配对吧 严格匹配开头 还有结尾啊 那么在这里面 你然后呢 你再去敲这个内容的时候 直接写上一个 index2 好 是不是就反映好了 Person了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在你进行URL配置的时候啊 在你在应用中 进行URL配置啊 在 在啊 在我们的应用中 在应用中 在应用啊 他的一个UILS文件中啊 进行URL配置的时候 进行URL配置的时候啊 那么你要注意一点 就要你需要呢 去严格匹配这个开头和结尾啊 严格 匹配 那么开头 和结尾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 防止我们这种情况啊 防止当你输一个地址的时候 你预期的是掉呢 他结果他掉呢 不是他 你就需要再进行URL配置的时候 那么严格的去匹配这个开头和结尾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你在配置的时候 第一个点你要知道啊 第一个点你要知道 好 那么 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出一个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啊 我在这里面 当我在这里面 敲入这个index去 我不小心在后面加了一个斜杠的时候 我再敲回车 他能不能显示啊 回车 能不能显示 不能显示了 对吧 是因为我们这一部分 你还是呢 先拿这个 先到我们项目的这个里面 去找 那么 去找的话 我们最前面斜杠不参与匹配 我一找 还是跟第二项匹配成功 然后我拿过来 拿到他到我们的应用里面 再去找 好 这个找的时候呢 我们说我们这里呢 已经变成了严格匹配开头结尾 那么引带去跟他匹配 是不是就不成功了 对吧 就不成功了啊 那么 这里面你如果想要 假如说啊 这就看你去进行URL设计的时候 你怎么设计啊 你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呢 就是末尾有一个斜杠 那你配置的时候 你末尾呢 就加上啊 你如果设计的时候 你没有斜杠 你就不加 对吧 好 这个啊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啊 好 这里面你要记住的 就严格匹配开头 还有呢 结尾啊 还有结尾啊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试图它的一个使用啊 使用分为两步 首先 第一步 在我们应用的views里面呢 定义这个试图 函数 那么定义试图完顾的话 我们说试图完顾呢 必须有一个参数request的 并且它在处理完成之后 它需要呢 去返回一个 Igdb response类的 对象 那么在这个对象呢 定义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的参数里面 你就是要给浏览器返回的 内容啊 返回内容 那么定义完试图之后呢 我们需要呢 进行UIL路由的配置啊 就是哪一个地址 跟哪一个试图函数呢 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个配置 配置在哪里呢 我们说啊 在这里面 我们的 每一个UIL配置项 都定义在这个 UIL patents的列表中 好 这个列表中呢 每一个配置项呢 都定义了这个UIL函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呢 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第二个参数呢 是它对应的一个处理动作啊 那么 这个对应的处理动作呢 它可能是一个试图 也可能是一个inCloud的 包含 你注意在我们这里啊 它 这个后面对应的这个处理动作呢 可能是一个试图 也可能是我们这里面 调用inCloud的函数呢 进行一个 包含啊 但前面呢 都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啊 那么 这里面 这个上面是我们给大家说 配置UIL的时候啊 UIL这个函数 它的两种语法格式啊 第一个呢 是正则表达式后面 对应一个 试图 第二个呢 对正则表达式呢 是哎 正则表达式后面 是一个inCloud的 应用里面的UILS 文件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给大家说 工作里面 你怎么去配置这个UIL啊 我们不会直接在项目 这个我们不会直接在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 写哪一个地址是跟哪一个试图对应的啊 哎 虽然你在这里面写可以 但是我们不这样写 我们做法呢 就是在这个项目的文件里面 去包含我们应用的UILS文件 那么应用本身 它里面你建完应用之后 它是没有这个UILS文件的 你需要呢 自己呢 把它创建出来啊 创建出来之后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定义一个叫做UILPatterns的一个列表 在这个列表里面去进行你的UIL配置 哎 就是哪一个地址跟哪一个试图对应 我们是在应用的UILS文件里面呢 去写的啊 去写的 好 这个写的时候呢 我们说给大家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在配置的时候呢 你要严格匹配这个UIL的开头 还有结尾 就是防止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啊 你本来预期是它 结果不是它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严格匹配开头 还有结尾啊 还有结尾 OK 那么这个呢 通常啊 你注意 你如果要自己去创建这个文件的话啊 那么这个列表的名字 它就叫做UILPatterns 这个名字你千万不要写错了啊 那么建议大家 你直接定义的时候 你怎么做呢 你就直接 你复制它原来的右键 直接 copy份 然后呢 粘到你的应用里面 你粘完之后 你把它里面 你不需要呢 你把它 删掉啊 这样你这个列表呢 它就不会错了啊 不会错了啊 OK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它的一个配置啊 然后呢 我们 给大家介绍呢 就是我们江沟里面 你 你去配置好之后 江沟怎么帮你找到地址 对应的视图啊 它的首先是干嘛的 你再去浏览去 敲一个地址之后 你输入这个地址之后呢 在浏览 在到达江沟框架这边的时候 我们说前面的域名呢 它是 没有的啊 前面的域名是没有的 然后他就会拿剩下的这一部分呢 先到你项目的UILS文件里面呢 去进行 匹配啊 进行匹配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说 你注意最前面的这个斜杠 是不参与这个匹配的过程的啊 他就拿剩下的先 哎 进行匹配 先到项目里面 从上到下进行匹配啊 如果前面的匹配成功 就不看后面的啊 是从上到下找的 那么找到对应的匹配项之后 就匹配成功了啊 他就会看他后面对应的这个 哎 包含是包含哪一个应用的UILS文件啊 那么他一看包含的是你这个应用的UILS文件啊 他就会拿这个字符串 去你应用里面再进行从上到下的查找 但是呢 你在这里面你要注意一点啊 我们说在这个匹配的时候啊 他呢 在去查找去应用里面进行查找之前 他会把已经匹配成功的字符串 从这个你从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把它去掉啊 那我们这里面只匹配一个开头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对吧 他是不是就不去掉了 哎对吧 哎 其实呢去掉一个什么都没匹配啊 就是哎 去掉之后呢 还是他他紧接着就会拿这个字符串呢 到你应用里面呢 哎 这个UILS文件列表里面呢 也是从上到下呢 哎 进行查找啊 进行查找 哎 前面呢 一旦成功就不看后面啊 那么哎 他一成功之后 他就会 哎 将过呢 就知道对应的试图是谁 将过呢 就会帮你调这个试图 那么你的试图内容呢 最终呢 是返回给了游览器啊 哎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再说一点的 就是哎 他在项目里面进行匹配的时候 匹配成功之后 他会把已经匹配成功的这些字符呢 给他去掉啊 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哎 我出了一个 在这里面啊 我在这里面写这个匹配的时候 我可以呢 给他加一个A 对吧 好 你加一个A之后 那么现在呢 你在这里面 你再敲入这个index的话 哎 再敲index了 哎 他是不是就不能显示了 哎 是因为他这个匹配是不是 两项都不成功 对吧 你让他显示怎么显示啊 直接在前面加一个 哎 哎 是不是还是显示他 对吧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哎 首先拿这一部分 先到你这里面进行查找 对吧 啊 查找最前面斜杠不参与匹配 然后呢 我就会拿Aindex跟他匹配 好 这个匹配 这一项呢 匹配开到 哎 是不是刚好匹配上了 对吧 匹配上之后啊 在他去应用里面去查找之前 这个A呢 会被去掉啊 只拿剩下的index 哎 只拿剩下的index过来查 哎 一查 是不是找到他 找到他 哎 调用你对应的视图 那么最终呢 你这边就能显示这个内容啊 显示这个内容 OK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将构呢 是怎么通过你的URL配置 找到你对应的视图的 好 这里面 我们开发的时候 你主要做的就是 定义完这个视图 然后呢 去进行这个URL的配置啊 然后至于这个 哎 URL匹配的过程 我们说 虽然你不需要去 哎 管他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他是怎么找到的啊 这将给我帮你呢 去找到的啊 根据你的配置 哎 帮你找到 他怎么根据你的配置 哎 帮你找到对应的视图 这个过程你需要清楚啊 你需要清楚 OK啊 那么 哎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视图的一个使用啊 好 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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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